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一道鸡胸肉的新吃法 保证大家都喜欢,简单又好吃 来看看食补有什么 准备一个鸡胸肉 将鸡胸肉切成小小的后片这样 过后呢,剁成碎 现在我们来准备腌制 放入一汤匙的蚝油 一汤匙的生抽 少许胡椒粉 少许的盐 两汤匙的木薯粉 三汤匙的水 过后呢,抓一抓,抓均匀 抓均匀后呢 现在找那个红萝卜 青豆和这个玉米 通常是在那些炒饭的那些配料里面有的 将它抓一抓,抓均匀 均匀后腌制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过后呢,我们就将它抓成 Burger的那个样子 先抓上来,弄成圆形 过后呢,慢慢的压下去 这样 OK,它就出来这个形状啦 现在准备油,少许的油 然后拿下去煎一煎它 油不需要多,少少就可以了 煎至大概一两分钟 过后又翻去另外一边 继续煎,煎到熟为止 直到它变成金黄色 好了,过后呢,就倒入200ml的水 盖上它煮一煮五分钟 五分钟过去了,来看看我们的鸡胸肉 哇,非常非常的香哟 来看看,哇,已经熟了 现在就可以来准备啦 这道食补呢,不需要怕它会很多油 很多脂肪 因为我们用水煮了一轮 而且呢,味道还是很好吃的